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一天就少活一天 还是把握每一天在世的日子 好好过生活最重要 沈文成在2022年5月17日当天返回家乡台东 出席长青嘉年华系列活动 以背起来唱歌记者会 力推长青歌唱大赛 关怀长者 他的经典歌曲《来去台东》响彻30年 被台东视为献歌而受风永远的台东之光 沈文成特别提前返回 来了一个三天两夜的钓鱼之旅 大力推荐 每次回台东钓鱼都特别有亲切感 而且钓的鱼都特别大只 并分享台东私房钓鱼秘境C1 走到哪儿就掉到哪儿 也唱到哪儿 沈文成谈言自己仍有发片目 我60岁生日当天写下的最后一道彩虹 转眼间过了快七年 仍没有机会发 不过我仍常想起 我在写这首歌时的初心 继续自己要像这道彩虹一样 时刻抱着希望与梦想 更鼓励自己要一直写歌 就算现在没有机会发 总有一天机会来了 就有东西可以拿出来 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 沈文成始终把音乐当作支持自己最大的动力 也是使命 即便人生一直往前走 他始终回归初心 初心永不老 而从小就喜欢清静大自然的沈文成 到现在还是一有空就往西边山野跑 他借由花草体会人生 有时碰上沧海桑田 熟悉的老地方 因为一场大洪水荡然无存 你会难过 会伤心 但也慢慢体会到 有一天我们也会像这些花草一样 就这样走了 然后生命将再度出现 人也是这样 我们总会离开世界 留下一些东西给后代 沈文成因缘际会下 到安养中心探望失智的长辈 想到自己一旦失智 不能钓鱼怎么办 于是他便开始情欲锻炼 做防老的健身操 最重要的是认真而乐 当你玩出一个所以然 就不是玩物丧志了 然后记得奖赏自己 这样才更有动力 沈文成出道40年 从实力唱将走到今天 成为知名的外景节目主持人 将大半个人生 都奉献给了演艺圈 不过当大明星确实万众瞩目 也享受名利上收的滋味 但却而代之的是 沈文成也错过了 好多陪伴家人的珍贵时刻 在一次难得的访谈中 说起前后两任妻子 都带着孩子搬到国外的 原因与情况 向来洒脱气派的沈文成 也不禁触动到了 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 暗箭在镜头前 坦承这些年来 对妻小的亏欠 真情流露的模样 令人懂容 据大人的社团报道 沈文成首先直言 这一段婚姻 因为年轻气盛而离婚 虽然当初是 与前妻二人共同的决定 现如今也没有什么好在 就是重提的 但唯独当年 让女儿跟着妈妈的决定 她想借此机会 特别澄清 那时女儿还小 我总想着 女孩子不可以没有妈妈 加上我自己工作 整天上山下海不在家 害怕照顾不好她 所以答应 让女儿跟着妈妈 回首当年 沈文成虽然说的淡然 但神情中 却早已布满了 藏也藏不住的文情与落寞 沈文成还接着透露 对于女儿的确会感到亏欠 总会想 没有陪着女儿长大 是不是该为她多做一些事 这些年来 情绪慢慢的积累 如今变成了心中的遗憾 至于现任的太太 沈文成表示 在1999年的时候 她同意老婆带着儿子 Simon 移居加拿大 一家人从此 过上了分割两地的生活 那时我看到小姨的儿子 书包快比她个头还重 每天念书到十一二点 我不忍心看到她 在这种压力的环境下长大 所以让他们到国外去生活 而我因为工作 就还是留在台湾 对此 沈文成明白 自己为了儿子没有做错 但二十年的异地相处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她也承认 一开始也曾遇到过 相处上的难题 刚开始的确比较难熬 有时电话会讲到 脸红脖子粗 儿子有时也会埋怨 自己为何这么忙 都不到加拿大探望他们 好在 随着儿子越来越懂事 加上沈文成 借着一年孩子身高中的 暑期空档 带儿子一起出外景 享受难得的父子之律后 成功修补了两人之间的亲子关系 一起当时的情况 三朗笑说 那趟旅程真的让他对爸爸完全改观 那时凌晨三点就要起床 出海后 船有非常颠 我一上船就吐个半死 只能一直躺着 但爸爸却可以像钢铁人一样继续录节目 我才知道他平常有多辛苦 父母对于孩子的奉献是无私的 是伟大的 要不是因为生活所迫 谁会想与自己的家人分离呢 而沈文成之前 因常年主持户外登山节目 导致他从55岁开始膝盖磨损 疼痛无比 用尽任何中西医的方式 但复发状况依然频繁 后来沈文成爱上了竹浪追风 鱼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谁也疗愈了他的膝盖 他的后车箱里满满都是鱼具 录像一收工 他衣服一换就去找鱼了 人称老爷 漆海捣廊的沈文成 痴迷锤钓多年 也因为鱼得到了双料金钟奖的肯定 不工作的时候几乎都是在追鱼 骑着重机在中部山区部落 隔鱼有寻找鱼的踪迹 我乐在追鱼 钓到之后再放走 好玩的是找鱼的过程 谈到鱼 沈文成就眉飞色舞 事后变了 人生其乐无穷 现在一谈到鱼 和鱼独鱼相关的保健产品也请他代言 从开始接触产品到最后接下代言 沈文成信心十足地说 我一定要分享给我的老粉 让他们七老八时还能出来听我唱歌 而当时在拍摄过程中遇到台风逼近 几次通告都临时改期 外景小组很紧张 连日在山区部落抢拍 顺利杀亲后几个小时之间 风雨交加 沈文成开心地笑说 鱼也知道天气要变坏 非常配合 拍得特别的顺 沈文成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 等膝盖养好了 台湾的每条溪谷 我都想要再去走一走 和我那美丽的鱼儿约会 而沈文成也因为爱钓鱼 差点与老婆离婚 由于沈文成爱钓鱼 到马来西亚出外景 即使在前往机场 板台途中 一看到溪 他也要求下车洗掉 钓个二十分钟也好 他说以前常在洗边钓鱼 不回家 老婆一开始 还会从桥墩空头便当给他 最后气到把他的钓具都扔掉 还放话要离婚 直到他拿到金曲奖 台语男演唱人奖 就像拿到了免死金牌 老婆也不再管他钓鱼 带着小孩已居加拿大 宝岛的鱼很大 走遍台湾各地钓场 海远征 黑龙江 黄河 新几内亚 此前南北韩紧张 沈文成一度去不成钓鱼圣地济州岛 第二次才成功到达 又碰到了济州岛百年的一场雪 在济州岛时 沈文成钓鱼玩雪 还不忘天鱼具的装备 直呼 鱼记可以说人 行头不能说 而他添钓鱼的行头毫不手软 犹如女人买LV 光是在济州岛 他就花掉了五百万韩元买钓具 光是运动服务就要七十多万韩币 加了一四五十只钓杆 价值也超过百万 连爱车宝石节里在的也是鱼具 在他的生活中处处可以看到钓鱼的乐趣 2021年7月刚刚过完66岁生日的沈文成 原定于六月底的西洋金曲演唱会 北中南三地巡演 因受到疫情影响不得不延期巨星 但他也不休息 早晚练歌又运动 并提前打了疫苗 为演唱会做足了准备 他笑说生日一过就收到了打疫苗的通知 这是收到最好的生日礼物 沈文成秉持着有疫苗就打的原则 并通过只有时针部位酸酸的 感到一点疲倦 但隔天就生龙活虎 他自豪地说 每个人的状况应该不太一样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平常都有在运动 身体底子好 所以才没有什么副作用 而为了迎战出道多年来的第一场英文演唱会 他早晚都练歌 笑说歌词已倒背如流 平时靠着素吸和钓鱼训练体力的他 瘟疫期间都是跑到位于大甲西附近的西谷间自主训练 他笑说无人知晓 无人陪伴 全程都是独自前往 除了行舰 钓鱼也背着吉他在山林里唱歌 因此还瘦了三公斤 不仅捡了像球鞋的大石头作为宝贝 还写下了新歌 举倒情歌 面对此前的微解锋 早已开工的他 防御装备塞满行李箱 他笑说 这便这样 钓杆素吸的配备也还是戴在身上 以备下工后 能随时享受一个人的优先 不过他钓鱼仅作为个人兴趣 钓完就放生 放生前还会跟鱼道歉 年过半百 还能找到人生的乐趣 实在是相当难得 也祝福沈文成能够保证身体 尽情地享受生活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